今天在成都店和大家来聊一聊 月前国生流座顺便给大家介绍几次 这个品牌是一位叫做弥补成师的先生 他在利盈这个品牌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17年还是18年的时候 我在香港展会上面看到了他的产品 觉得比较符合我们的调性 他的产品的质量各方面觉得还不错 所以就一直做到了现在 弥补成师先生当时他在介绍他的眼镜的时候 他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我们眼镜就是手刀眼镜 可能会有一些夹刺 如果您介意的话你就不拿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你就和我合作 每个客人我问他讲这个问题 就是日本的有一部份眼镜 包括我们国内的有一部份眼镜 其实它不是全机器生产的 它还是有手工 不是手工去敲 是手工操作机器 包括去膜 都会有这样的工序在里面 一只眼镜里面 人工部分的话 其实还是要占到一半左右 或者一半以上 去年我去青江的时候 就刚好我跟他坐一班火车 然后我们在那个青江站 下站的时候 我就突然看到他了 然后我跟他交谈了几句 他就比较忙 然后就回他的工厂了 还蛮有缘的 在香港也碰到 然后在日本也碰到 月前国的眼镜 是我这边 我觉得它的价格算比较便宜 就是一个手刀眼镜 或者说一个日本的品牌 我们反正的卖价就1000多块钱 1500以下 它的性价比实际还是可以的 介绍几支 第一支 它的型号是EZ031 来大家从镜腿上面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雕花 大家看上去就很漂亮 对不对 大家来看到 从彼托这个位置 上面是有个圣六 就是圣六座 圣六这个人 月前国圣六座 这是一个渐变的板材 渐变的板材 这妆头的位置 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整体的用料还是很好的 折后价格1500以下 来给大家上点试带一下 如果我们的预算不高的情况下的话 那像这种品牌 它戴上去又有这种质感 鼻托也比较适合亚洲人的鼻梁 整体戴上去的这个质感 质量都是不错的 反正我们售户很少 大家来看 上面一个效果 第二支介绍一个E3鼻托的 大家首先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它装头的位置 是两个羽毛 精致程度就很高 两个羽毛叠在一起 这个就比较适合高度数 因为它这个配重 后面的配重就比较重一点 后面的配重比较重一点 然后前面又是一个E3鼻托 一个小圆框 这样子如果说你有个五六百度 配上去 虽然它的边缘 就是镜框的边缘不厚 但是呢 配上去的效果应该是还是可以的 这一支的型号是GN072 这个款式我记得 我有好多种颜色 我都为大家上脸试戴一下 脸型太宽大 肯定是不行的 比较窄一点的话 戴上去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第一支 黑色黑金的一个配色 然后呢我再来给大家 试戴一下它的银色 大家看上去 戴上银色的这种效果 什么样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金色 这是金色 戴上去上银的效果 好最后一支 是它的一个带帽色 它的前框 和进腿部分都是带帽色 进腿部分上面也是有雕花的 看成比较精致一些 好 来 上银 最后一支 上脸的效果 OK今天就简简单单的来复习一下 月前国 因为有很久没有跟大家介绍过 月前国的这个款式了 它反正的款式变化不大 每年会有一些新款 老款也是在继续卖 如果大家需要 可以和我沟通 我们会结合您的度数需求 以及脸型 帮你做参考 OK 这是龙树假椅 买高度眼镜找龙树 品牌齐全见活动 拜拜